高翔空中飞机侧翻90度 飞行员惬意的俯瞰地面 没想到要回程师 坐舱盖突然被风掀开 整面玻璃在高空碎裂 吓得飞行员闭上双眼 一时之间还没消化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过他面对的是更艰困的挑战 因为没戴眼罩和头盔 高空中强风狂吹 全部打在脸上 让他几乎睁不开眼睛 而他镇定下来后临危不乱 用尽全力控制住飞机 最终有惊无险平安降落 这名来自荷兰的飞行员纳琳 近期在网路上 分享这段多年前的恐怖经历 当时他正在做飞行特训 但起飞前并未妥善检查 坐舱盖是否完全锁上 才会发生意外 他也表示这是一次痛苦的飞行经验 当时空中充满噪音 空气稀薄能见度差 导致他最终花了28小时 才完全恢复视力 也提醒其他飞行员 千万不要像他一样犯下错误 东泉鬼中心总的报导 不妙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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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出发 出发